你好 歡迎收看9月23號大台東地方新聞 我是陸宇慧 教師節就快到了 縣長公館免費提供使用的開放式舞台OpenMic 為了平常努力教學 為學生盡心盡力的老師們 23號下午特別舉辦了教師節表演饗宴活動 藉由各種不同表演 表達了對老師的尊敬及感謝 台東縣政府為了鼓勵民眾 在休假之餘也能夠放鬆身心 提供縣長公館作為免費的開放式舞台 舉辦OpenMind音樂分享會的活動 讓喜愛音樂的民眾有個上台演出的機會 即使沒有上台表演 也可以前來欣賞 聆聽 而為了慶祝即將到來的教師節 23號下午透過許多不同形式的表演 對平時辛勞的教師們表達感謝之意 今天我們透過這個活動 是要讓老師跟學生 都能夠展現他在音樂上面的成就 我們這個舞台是公開的 任何人都可以來欣賞 我們也是藉著這個活動 讓我們台東一起來用音樂來慶祝今年的教師節 裡面有包括學生 有包括校長老師他們所呈現出來 在音樂上面的成就 我們是覺得台東的音樂是可以繼續的發揚光大 現場非常重視教育和文化 把現場公館開放出來 每個月來辦理OpenMind音樂分享會 這個舞台是屬於喜歡音樂的朋友 或者是學樂器的朋友 都可以自由踴躍地來報名參加 那這個月適逢九月教師節 我們主題定為教師的表演的OpenMind 那可以看到學校的老師 非常努力地教學 那校長努力地經營 我們可以看到整個活動的展演 包含有大提琴小提琴 Acapella的演出 那也歡迎我們相信朋友 可以踴躍前來現場公館 觀賞我們的OpenMind音樂分享會 音樂分享會讓大朋友小朋友們 能夠上台演出 訓練台風也為觀眾帶來表演 也受到了音樂教師的肯定 可以給小朋友一個表演的舞台 我覺得非常的棒 因為小朋友平常自己在家裡 這樣練習非常的辛苦 能夠讓更多人發現他們 就是展現他們的機會 我覺得是個很棒的舞台 仙甫公館的OpenMind音樂分享會 在每個月的第一個週六下午三點舉行 只要對音樂演奏有興趣的民眾 都可以來到現場公館進行演出 秀出自己的才藝 即使不上台 也可以到場欣賞表演喔 記者韓啟倫台東市報導 還有一封 電影 比賽也有興趣的